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任东京银行副科长松井平志 而他此时正在呆滞地对着电视猛贯着日本清酒 脸上的胡须拉茶潦倒颓唐无比 一看就是将穷困潦倒四个字直接写在了脸上 方林直接将他的脑袋塞进了灌满了清水的浴缸里 然后在他即将窒息的时候 就将这位前副科长粗暴地拖出来甩到了地上 松井平志在这剧烈的咳嗽当中 刚刚回过神来之后想要张嘴怒骂 而一大跌的美元就直接砸在他的脸上 方林很用力地拉起他的头发 让他看清楚面前箱子里的那大敌的钞票 微笑地说道 我问 你答 问完以后 这里面的五十万美元就是你的了 松井啊 不愧为担任过科长的人 在呆滞了瞬间 喉咙里发出了无意识的声响之后 接着很快便冷静下来说道 问吧 东京银行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 松井的心如意境 忍不住反问道 你 你问这个干什么 方林 面无表情地就将箱子里抽出了一碟美元出来 直接拿出了打火机点燃 就在松井平志眼睛前不到三十厘米的地方 烧成了灰烬 可怜 这个科长啊 面容扭曲 喉咙当中呵呵呵作响 眼神是痛心无比啊 想要伸手去扒拉 阻拦吧 却被老胡一脚给蹬出了老远 爬下来的时候 也大概是伤到了额头 血流满面 那模样极其的凄惨 方林盯住了松井说道 我问 你答 下次你再犯的话 我会烧两倍数目的美元 松井大口地喘息了几声 目光复杂至极 忽然间 将脖子上肮脏的领带一把扯下来 好 我说 方林淡淡地说道 你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手上已经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你所说的东西只是用来核对它的真伪 似是东京银行这等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的金融业巨头企业 其制度早已经完善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地步了 因此 其各种运作模式 应该同你离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分别 因此 我提出的一些疑问 你要负责做出合理的解释 不要试图用什么事后试过进前来编造理由借口 进行搪塞 老胡看着方林的表情 按道 卧槽 这小子撒谎简直比说真话还正经啊 所以啊 老胡是更加坚定了 在现实世界里 绝对不能让女儿与之接近的决心了 而接下来呢 就是很单调的问答了 方林那变态的记忆力 令松井当真生出了 我靠 这人只不过是来核对真伪口供的错觉 因此 当真就是真的 知无不言 是言无不尽 不到半个小时 两个人的对话就结束了 方林再次询问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确定了松井的回答都是流畅一致之后呢 便站起身来 拍了拍那个箱子说道 这是你的报酬啊 再见 吴华豪早就有点不太烦了 第一个走到门去 方林冷静的随后行出 还轻轻地将门给带上 这时候 这松井才如梦初醒 猛人烟冲出门来 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 你们难道就不怕我去报警啊 方林望了他一眼 忽然间微笑着说道 哈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啊 更怕穷 这句话呀 仿佛像刀子一般 一下子戳进了松井的心里 他这脸色立即就苍白 方林随后又温和地说道 所以你最好祈祷我们得手之后 不被抓住 一旦我们把你给供认出来的话 你的那箱子钱就成泡影了 松井浑身上下都是一阵恐惧的颤抖 因为拿走一个人已经得到的东西 远比他从未得到这个东西之前拿走啊 要残忍得多了 哎呀 咬着个牙 忽然间将两个人再次拉进了门里 哎 其实 我 我 我还有些东西 没有说出来 在回去的路上 老胡埋怨着说道 哎 你怎能如此多事啊 直接用那魅惑术将其控制了不就好了吗 方林 微笑着解释说道 魅惑术 只能了解到被控制者的记忆片段 未必就能够找得到咱们想要寻找的东西 并且 还会对普通人的大脑造成强烈的伤害 比其冒这么大的风险 还是威逼利诱更加有效一些 老胡虽然这心中觉得这话吧挺有道理的 但是鼻子当中还是非常轻蔑的哼了一声 哼 并且要死在那 他是与集思集团企业有着密切相关的人物 死了的尸体也能够作为集思集团范围的证据 我们的目标是贵重的东西 比如钻石黄金这类高价值的物品 日元这些贬值货呀 大家可以抛出来造福市民吗 至于动手的时机 嗯 随便选时候吧 不如就选择明天老胡你上完大号之后吧 胡华豪这儿啊 正喝着百事可乐呢 扑吃一口就喷出来了 哭笑不得的说道 你说什么 方林若无其事的说道 银行的守卫固然是森严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好比是面前挡着一只蚂蚁 和两只蚂蚁的区别 所以在时间的选择上 大家可以采取随机的方式 而你们警方破案最棘手的 就是遇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啊 他们接手案子的时候会想啊 为什么罪犯会在这个时间段动手呢 为什么呢 电视线柯南的那位大师来了 也段段不会猜到 动手的时间 其实是由老胡 您的生理周期来决定的 老胡瞪着他 猛人间甩了一巴掌过来 打在了方林的脑袋上 怒道 臭小子又在耍我 在老胡使用强烈的肢体语言 进行抗议以后 方林苦着个脸 揉着身上的淤青 终于答应 用老胡高考时候做外语选择题的方式 抽小纸团来决定动手时间 东京银行的遭难时间 就定在了上午十点 也正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9点56分 方林驾驶着小车 缓缓驶入进了东京银行的停车厂 而且他还丢给了停车的门童 五千日元的小飞 老胡今天是穿了一身黑色的风衣 向极了英雄本色里 那加大加厚版的小马哥 而方林呢 则是一身的西装打扮 相当的正式 向极了一名前来提款的大客户 10点5分 普盛门进入到了银行大堂 与此同时 方林两个人也按照松井的情报 已经接近了三楼的自由吸烟区 其正上方直线距离30名处 就是银行的贵重物品储藏库 方林微笑着拍着掌 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 然后跳到了正宗的会议桌上 带着几分歉意的礼貌着书道 很对不起的 我要清场了 然后他住人间拔出了枪 银色的光芒在空中交织着 十秒钟后 这间宽敞的房间当中 已经没有任何的活人 黯红色的液体 仿佛地毯一般在室内扑开 而有的尸体还叼着燃烧的烟头 而老胡则是很嫌恶地甩了甩鞋子上的血液 跳上了桌子 接着方林举枪对准天花板 开启开启了连设模式 就在碎石烟雾乱飞当中 方民犹如计算机一般精确地判断着 楼层的厚度不超过四十厘米 我将楼从削落到十厘米左右之后 以老胡你的力量足够击穿十厘米厚的钢筋或凝土层 他这话音刚落了 胡划豪已经跃起 一拳就击穿了上层的楼面 两个人直接就爬上去了 然后继续旁若无人地进行着这个前所未有的凿穿工作 而但凡是有感靠近他们五米之内的人 下场都是眉心重担倒地不起 穿越三十米十层楼的垂直高度 方民两个人仅仅花费了五分四十六秒 那些精密设计的高科技锁和钢门 就全部在方民的变态突进方式面前 完全失掉他们的作用 那些个钻石黄金 便迅速地被掠夺入了有备而来的巨大口袋当中了 而警卫他们的效率不能说太慢 但他们冲进来的时候 那可怜的保险库当中 已经仿佛是被十二级的台风给肆虐过一样 而与此同时 普圣文也开始在楼下的营业厅动手了 还直接开枪打死了五名警卫 并且配合着方民事先召唤出来的四名蓝衣楼裸 将银行当中的日元肆意的挥洒 而被恐惧和贪婪压制的市民们呢 拥挤在了一起 有的是想要争取 争抢那些钱财 有的是哭喊着想要逃命 于是就造成了交通大堵塞 而精英肥男则是开始现身堵截着 破坏着文讯赶来的警车了 干完了抢劫大忌的方民与胡花豪呢 大大方方的走到了停车场当中 而几名警卫呢随后追之 方民头也不回的反手一扬 那把鬼黑丸仿啊 就在空中发出了凄厉的呼啸之声 直接戳在了一个人的胸口上 将这身体带得飞起来 两脚是悬空着 钉死在了旁边的墙壁上 然后呢直至他们发动隐形 离开地下车库停车场 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于追江出来 两个人行驶了十来分钟之后 便将车停到了一处大型超市的外面 然后呢进入到超市的内部 又从另外一个出口啊走了出来 再次换车 开走 来到了海边的一个港口啊 将东西全部交上去 然后再坐船出海 等船行至公海的时候啊 重新换成了一辆 开往日本的客轮 而这样一轮 两个人摇身一变 成了刚刚入境的外国游客 是属于那种啊 会被直接排除的嫌疑对象 再回到川岛家的路上 老胡这才皱着眉头问道 你这小子以后每天必须上公安局给我报告啊 方黄一听 恶然了 为什么啊 老胡这脸上表情是严肃非常 似乎随时都会掏出手铐啊 给他给戴上一样 你这家伙 当真是社会的毒瘤 反罪的天才 若是不将你放在我眼皮子底下 毕竟哪一天就会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 方黎一听这个 眼前一黑 几乎栽倒了 直到坐在了川岛家下面的那处装修豪华的咖啡厅里 方黎这才叹了口气 日本警方看来也不完全是废物 老胡一听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 方黎垂下头 似是高中生那样吸引着果汁软管 过了好一会儿才徐徐的疏道 土生文在赶来支援的那个人手里 撑了十秒之后被捉住了 经常 经营肥男撑了二十秒被打成了肉块 现场的混乱也在四十分钟之内得到了控制 现在警察已经找到了我们停在超市外面的那辆车了 这还是广岛的那场大地震帮了我们的忙 若非他吸引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东京兵力的话 只怕咱们的收尾工作也做不到那么干净利落了 这个时候 副社长盛四雄满脸堆笑的走了进来 方黎呢 想先用眼神制止住了他想要过来激动鞠躬的工作 同老胡一起站起身来 走到了里面的休息室 这盛四雄才哈哈笑着弯腰说道 刚刚传来的消息 霍已经在公海上了总部派遣来的直升飞机成功脱手了 此后半年内总部将比照霍博的六成价值 向我们注入等量资金 而方黎与胡花豪也同时得到了提示 你们的行动获得了鸿门美国的认可 在鸿门当中的好感度加一千五 目前声望为尊敬八千分之四千八百一十三 老胡看着盛四雄离去的背影 向地上黑了一口说道 哼 奶奶呢 咱们废了这么一档子事 不过才加了一千五百点好感度 要将这个尊敬提升到崇敬 那得何年何月啊 后面他妈的还有崇拜 摩拜 哼 方黎呢 却是微笑着说道 慢慢来吧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声望太高的关系 在这里啊 已经接不到任务做了 只能靠沙沙与鸿门敌对的势力 来刷一些分了 不过呀 接不了任务也有接不了任务的好处啊 至少 不用忍受做任务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掉的那股穷酸劲 那 咱们等会干什么呀 吴华豪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哪怕是坐在这种休闲的地方 也是腰杆挺得笔直 拳头虚握着 就像一头蓄势待发的下山猛虎 充满了烈石的霸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